作为我国四大名著之一 《水浒传》 在我国可称得上是家喻户晓的存在 它之所以会如此广为人知 除了其中曲折的故事情节 生动的场面塑造等之外 也是因为作者成功在有限的篇幅内 塑造出了大量出彩且独特的人物 即使与宋江 小玄风柴近 智多星无用 青面兽杨智 仅用一个外号 梁山108好汉的形象便跃然纸上 足可见作者比利之雄厚 而要说到梁山108好汉 就不得不提到黑旋风李逵 在《水浒传》的结尾 李逵因为不愿接受朝廷安排 被他一向信赖的好哥哥宋江 用毒酒诛杀 遗憾李氏 但他的结局果真如此吗 除了《水浒传》之外 民间还流传着另一种李逵的真正结局 相比较于被毒酒诛杀 这一结局更为血腥残酷 但也似乎更加合乎情理 彪悍的李逵 武松打虎的故事 在整个《水浒传》中 绝对是相当出彩的情节 直到如今 他在井阳刚醉泉打死老虎的故事 仍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不过要说打虎 黑旋风李逵在这世上 绝对不遑多让 他也曾经打死过老虎 并且一杀就是足足四肢 当年在隋同众兄弟结了法场 救了宋江之后 自知在民间无路可逃的李逵 便干脆上了梁山 落草为口 在梁山过了一段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的潇洒日子后 李逵想起了自己年迈掩盲的老母 他不舍得让母亲继续在家里吃苦 便打算下山将他给接过来过好日子 这本是一件好事 但令李逵没想到的是 在接到母亲返回梁山的路上 他竟然会遇到几只斑斓猛虎 话说当时李逵已经带着母亲走到了半路 不过因为母亲口渴难耐 腹中饥饿 他就暂时将母亲安顿在一处大石头上 自己到林子里寻找食物 不料等到他高高兴兴回来时 母亲已经化作尸体 惨遭猛虎啃食 看到这一幕后 李逵气愤无比 当即便抄起随身携带的板斧 猛地向老虎扑去 就这样 不过才一炷香的功夫 李逵便将四只老虎斩杀殆尽 尽管这一故事情节令人遗憾 但从中 我们也可看出李逵的彪悍之处 倘若是一般人 不要说是四只老虎了 恐怕一只老虎都打不过 可李逵不但以人类之躯 正面扑杀四只老虎 事后还能全身而退 实在令人胆战心惊 此外 在《水浒传》对李逵的描写当中 我们也能看出来他彪悍的一面 书中形容李逵是 肤色有黑 性格莽撞 体壮如牛 生性好杀 活脱脱一个天杀星 事实上 李逵也确实有着天杀星的名号 使着两只板斧 李逵在与人打架时格外彪悍 等闲人轻易不得谨慎 而且他平生只听好哥哥宋江的话 对于其他人几乎没有手下留情的时候 可以说 李逵就是个彪悍且忠诚的小弟角色 不过 如果他只是个单纯的小弟 也不会有那样多的人去研究他的形象呢 喜欢李逵的人不在少数 比如 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 文学批评家 金胜太先生 他在作品中就曾称赞过李逵 说他是个上上人物 天真浪漫 但批评李逵的人也不在少数 在他们看来 李逵哪里是天真 分明是个残酷的柜子手 仅从世人对李逵的评价中 我们便可看出李逵身上的复杂多样性 欣赏李逵的人说他性格率真直爽 讨厌李逵的人骂他冷血无情 那么 为何李逵会收获如此两极分化的评论 其实再读了 《水浒传》之后 不难得出结果 天真率性不一定意味着善良 李逵确实是天真的 但他的天真让他更像是嗜血的野生动物 而绝非人类 提到李逵在书中的高光情节 就必须要提到他为救宋江劫法场的桥的 也为公然提携反施 江湖上素来有及时与美名的宋江惨遭下雨 即将被问占 至此危机时刻 梁山众好汉自然不会坐视不管 就在宋江即将被斩首的紧要关头 各路好汉纷纷涌出 将江州法场搅了个天翻地覆 其中李逵的表现格外掩人注目 他挥舞着两把板斧 一路走来一路杀 生生扑救出了一条惊人血路 要知道围在法场周围的除了官邸之外 大多数都只是无辜的吃瓜群众 李逵这一路搏杀下来 死的最多的还是普通百姓 宋江无辜 他们的性命又何其无辜 不得不说 他的举动太过火了 此外 书中其他地方对李逵的描写也实在令人发指 母夜插孙二娘的人肉包子店 一直是不少人的童年噩梦 但书中吃过人肉的可不只有孙二娘一伙人 李逵就曾经两次吃过人肉 一次是梁山众人抓到了当初诬陷宋江下狱的黄文顶 当然黄文顶绝不是什么好人 但他的结局实在是惨烈 李逵不但用尖刀一点点挖去了黄文顶的皮肉 还当着他的面和兄弟们一起吃肉喝酒 简直是杀人猪心 到了最后 他还将黄文顶的心肝给挖了出来煮行酒汤 若是不提前说明 谁能想到做出如此暴行的居然是人而非妖怪 李逵第二次吃人肉 是在他下山接母亲享清福的途中 杀死借着他的名声作为作福的李鬼夫妇后 李逵没有直接离开 而是用这对夫妇的尸体做下韭菜 就着人肉吃了足足三生米饭 一般人就算是杀了人 恐怕也不会做出此种丧心病狂的行为 而这还是作者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情节 从李回吃肉那咸熟的动作中 足可看出他是个惯犯了 如果到这里 还有人觉得李回的行为可以理解 那接下来要说的 就实在是让人无法接受了 在梁山好汉中 美然公诸童最初是不愿意加入梁山的 不料看他不愿意 李回干脆杀死了与诸童矫情甚好的知府公子 要知道这知府公子还是个幼灵小 李回一抚头下去 刚刚还天真可爱的小小幼童 便化为了一具脑浆泵裂的僵硬尸体 何其何悲 不要说是诸童看到这一幕后 愤怒无比了 任何一个人看到这一幕 恐怕都会感到气愤 说好是梁山好汉 怎么到头来连幼小儿童都不放过 其实李回的性格中不是没有好的一面 他孝顺 忠义 不畏强权 也有正义的时候 但这些优点基本都是相对于 和他亲近的人而言 说到底 李回绝不能称得上是个完全正义的好汉 他那一正义邪的性格也难以令人欣赏 不过 若因此忽视了他身上的闪光点 也是不合适的 梁山好汉不可避免的衰亡 《谁虎传》中 李回陪着宋江走到了最后 在这之前 身为梁山统领的宋江心怀功名的美梦 带着一众兄弟招了安 结果几次征战下来 朝廷给他留下的只有一杯毒酒 讽刺的是 看到这杯毒酒之后 宋江没有想着去怨恨朝廷 而是决定喝下毒酒 以死谢罪 临终前 他担心李回会因为自己的死相朝廷复仇 甚至还给这个一直跟随着自己的好兄弟下毒 将他也一并带到了黄泉路上 随着李回和宋江的离去 水浒的传奇就此结束 昔日的梁山也不复存在 八百里水泼梁山 一整本水浒传奇 最终的结局确实如此 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不过 尽管令人遗憾 但梁山的覆灭始终是无可抵挡的 究其原因 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说起 首先 梁山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 虽说梁山好汉们过的是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潇洒生活 但想要一直维持这种生活 所需要花费的钱财不在少数 梁山的第一桶金来自智取生辰刚 也正是因为有生辰刚的存在 梁山才能初步形成 后来的种种作战环节 如三打住家庄 打破高唐州等 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争夺地盘才发动的 本质上并不是正义的战斗 从头到尾 梁山众人的经济来源都只有抢夺 这样如何能让梁山长久存在 就算没有朝廷出马 他们也只有自取灭亡一条路可走 其次梁山缺乏良好的管理制度 说句实在话 梁山众人其实就是一帮匪徒 在那个时候的陆林好汉当中 一起是最重要的存在 梁山自然也不例外 在梁山任人为亲才是主导 比如在108好汉中排名76的宋庆 他既没有什么功夫 也没有一技之长 平时在梁山只负责一些宴席工作 基本没有上过战场 宋庆之所以能够在好汉中排上名号 就是因为他是宋江的弟弟 大哥的弟弟当然要照顾一下 如此一来 他才能位居李云 十千之上 而且不只是任人为亲 梁山内部职责的划分也非常混乱 除了像智多星无用 这种风格比较鲜明的 其余好汉基本都是乱忙活 身处这样一个如此混乱的团队中 成功基本上是遥不可及的存在 再次梁山没有统一的目标 有目标才有动力 然而梁山108好汉看似涉人 其实内部就如同一盘散沙 彼此之间的需求各不相同 例如宋江 他一直盼望着昭安 在朝廷里谋个义官半职 而李逵则痛恨朝廷 恨不得和兄弟们一起掀翻朝堂 活得痛痛快快 表面上 他们有着替天行道的共同目标 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说是替天行道 什么是天 什么是道 这些在梁山当中都没有一个定数 有外敌入侵的时候还好说 但一旦稍易稳定下来 梁山内部就会不可避免的爆发内乱 这样七零八散的他们 如何能承得了气候 除了上述极点之外 来自统治阶级的忌惮 也是悬在梁山头上的一把刀 皇帝不会允许在自家管辖范围内存在过墙的存在 更不要说是梁山这种匪气过重的团伙了 就算梁山选择俯首称臣 以皇帝多异的性格是绝不会放过他们的 表面上宋江是因为指挥不当才被刺毒酒 其实就算他没有过错 皇帝也不可能放过曾经是梁山首领的他 更不会允许梁山继续存在下去 综合种种因素 梁山覆灭的结局也就不足为奇了 来自民间的猜测 尽管明白梁山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但对于李慧之死 民间有着不同的说法 像李慧这样一个彪悍鲁莽的汉子 真的能做到原谅宋江的行为 情愿陪着他一同去死吗 不是不可能 但也不一定 于是 因为有争议的存在 民间对李慧之死也有别的说法 其中流传最广泛的 就是李慧遭人暗算 被人生秦后报复之死 问何度一战时 李慧与赵新 高梁 唐猛三人展开搏斗 虽然李慧也是一员猛将 擅长战斗 但双拳难敌四手 面对敌方三人的齐心合力 李慧在战斗了一会儿后 还是落了下风 不幸被擒 作为敌人一方 赵新 高梁 唐猛对李慧可是深恶痛绝 好不容易抓到了这个 让自己头痛无比的家伙 他们怎么会干脆地送他上路 在三人的动作下 李慧的手筋脚筋被割断 彻底失去了挣扎的力气 随后 他又被士兵们捆绑起来 押送进京 彼时 一身狼狈的他 完全不负此前 黑旋风的模样 浑似一头带宰的野猪 对李慧来说 这可真是莫大的羞辱 最终 李慧在来到京城后 被皇帝下令诛杀 遭遇凌迟而死 也不知在遭遇千刀万寡的痛苦时 李慧有没有想起 当初被他割肉弯心而死的黄文兵 其实 无论最终的结局如何 都影响不了人们对于李慧的评价 作为梁山108号汉中 性格最为鲜明的一个 李慧具有着强烈的两面性 对于兄弟家人 他是可以托付的好伙伴 对于百姓敌人 他是凶残的大杀性 有着这样叛逆的性格 最终等待着李慧的 只有死路一条 否则 实在难以想象在一切平息后 李慧会过着怎样的生活